在庆余年中的内裤是庆国免财的主要机构 也一直都是贯穿整部作品的存在 从范贤长大开始就一直和内裤挂钩 甚至连他的婚事都是如此 那么内裤之中究竟是何种光景呢 话前上回 在范贤回到旅馆后处理好了资金的事宜 就听闻三皇子买了几处房产 其中一个是为了将抱月楼开过来 听到这些范贤也不由地高看了一眼三皇子 还是有点生意头脑的 老师你看看这几处哪里比较好 范贤刚回到自己的屋中 三皇子就冲了过来 然后扔出了一堆图纸给范贤挑选 你这是要挑什么呀 范贤看到眼前的图纸无一例外全都是宅院 住啊 咱们一行人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吧 那多丢面子 三皇子虽然说不太懂朝堂上的事情 但对于赚钱和享受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范贤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就将图纸拿来随便指了一个 好嘞 我这就叫人去收拾 三皇子看到范贤锁定了其中一个后 便拿着图纸跑了出去 然后安排人赶紧将宅院打扫出来准备入住 公子听闻你的新书《西香记》已经在北齐出版了 在三皇子走后 柳思思便走到了范贤身边说道 嗯 听说销量很不错 怎么 你想看 范贤拍了拍柳思思捏尖的手 然后拉着她坐到了自己身旁 《西香记》这本书 本就是范贤让范思哲带去北齐打开局面的 书局要想在北齐立住脚单凭背后的关系显然不够 还要拿出质量过硬的作品 嗯 是的 柳思思轻轻地说道 《西香记》一出更是被传成了比红楼更出彩的著作 也是勾起了柳思思想看的欲望 这倒不是什么难事 我给范思哲去封信 让她记几本过来就好 范贤其实本来是要给范思哲写封信的 而柳思思此刻提出这个要求 也给她找了一个写信的理由 谢公子 柳思思听到范贤答应她后 脸上也瞬间露出喜色 然后就去给范贤安排洗澡水了 在柳思思离开后 范贤便开始动笔给范思哲写信 内容上面除了让她送几本《西香记》过来 还给范思哲安排了另外一件事 那么就是让她准备接管北齐和南庆之间内裤走私之事 这块肥鱼相信范思哲也会很乐意接受的 而送信之人 范贤只好安排给五竹输了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事情需要五竹的帮忙 那就是顺路前往京都范府 将自己的巴雷特取出来 给范若若带过去 并且让五竹在北齐待一段时间 为的就是教导范若若 学会巴雷特的使用方法 这件事其实是范贤早就想好了的 原因之一是让范若若一个人在北齐 有一些防身的本理 而另外一个就是有备无患 如果自己没有办法使用巴雷特 总要有另外一个人来协助她 安排好了这些事情后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范贤虽然没有什么体力劳动 但始终动脑子 也让她浑身乏力 而这时 刘思思也将洗澡水全部烧好 叫人抬到了房中间 公子泡一泡解解乏吧 柳思思在浴桶中 撒上了一些花瓣后 试了下水温 便对范贤说道 嗯 范贤丝毫不避讳柳思思 任由她帮助自己宽衣解带 毕竟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范贤进入桶中后 柳思思就开始帮助她清洗身体 不过此时的范贤 却突然感觉 她和柳思思之间的关系 是该去变一变了 在庆域年中 我们都知道 范贤的官配是林婉儿 但是你知道吗 范贤的丫鬟柳思思 才是第一个 给她生下孩子的女人 话阶上文 思思 你愿意永远跟我在一起吗 范贤一把抓住了 柳思思给她擦拭身体的手 柳思思被范贤这么一问 瞬间脸红得像个苹果一样 下意识就想抽回自己的手 怎么 不愿意 看到柳思思的反应 范贤也不由地松开了自己的手 不 不是的 柳思思见状 连忙抓住范贤的手 然后有些羞涩地说道 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个应有的名分 再也不会让其他任何人欺负你 范贤说着 就将她一把抱入了浴桶中 很快 水就将柳思思身上的衣服浸湿 那傲人的身材 凸显得淋漓精致 此时的柳思思 已经不敢看向范贤 脸也早已通红 而接下来二人便一夜无眠 第二日一早 范贤感觉整个人神清气爽了不少 而此时柳思思还未起身 主要还是昨晚的运动 现在的身体有些不大方便 范贤则做了一次三好男人 将早饭端了过来 并且给柳思思弄好了洗脸水 就像之前柳思思伺候她一样 这一番动作下来 柳思思显然非常不习惯 毕竟在她眼中 一直都是自己照顾范贤 吃完饭 我们就一同去内裤 范贤给柳思思绳了一碗 周后便安静地在一旁看着她吃完 而柳思思虽然被范贤伺候得有点不自在 但脸上也洋溢出了幸福的笑容 也许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吧 在柳思思收拾完后 范贤也就带着众人准备前往内裤工厂之中 很快范贤的一行人就乘着马车来到了内裤外围检查的地方 在范贤亮明身份后自然没有人敢阻拦 很快车队就向着官道开始驶入内裤之中 而范贤这一路上一直通过马车的车窗观察外面的情况 因为内裤地处江南 在这里有很多的河流交错 其中不远处的河流上就有着一个水利驱扭 范贤双眼微眯 就看出了这些虽然只是粗糙的工业 但是动力的需求已经离不开水了 随着车队不断的前进 范贤越来越能感觉到 为何自己的母亲要将内裤建立在江南地区 因为水利算是这个时代中最好利用的自然资源 同样也能够节省不少的人力 顺着流淌的河水 范贤的目光也看到了更远的地方 那是河水流向的一个大工坊 工坊上空有着一些烟腾空而起 这并不是那种古代农家做饭的微轻炊烟 而是带有范贤很熟悉味道的黑烟 难道是高炉 想到这里 范贤也是皱起了眉头 毕竟环境污染 如果从现在开始 那么几百年后指不定会霍霍成啥样呢 但范贤深吸了一口气 却发现了空气十分的清晰 环境的污染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只不过他通过地图得知 内裤深处还有铜山矿山 而那里估计环境就会恶劣一些了 随着车队不断的前进 范贤也在路上看到了不少的工厂作坊 感觉如何 范贤转头问向了车内的海棠朵朵 很少见得紧致 从没有想过庆国的内阔竟然如此之大 甚至那些雾实 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海棠朵朵笑了笑 稍微自嘲地说道 看便看吧 想来你也不可能回去照着做一个 范贤笑了笑 这些东西本就不该出现在这个时代 更不是单单看了外面的模样 就能够做出来的 而很快车队也就经过了重重关卡 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 大人 到了 此时一直给范贤车队领路的 就是内裤转运司的一个官员 而范贤此时跳下车后 便看到了内裤撕崖大门全开 而转运司以及负责保卫工作的诸位大人 已经站成了两列迎接范贤的到来 就这样 范贤带着众人走入了撕崖之中 他们这次所到之地 离着内裤三大访还有很远的距离 只能够等到明日再行查探了 讲讲情况 范贤带着众人坐下后 并没有过多的废话 毕竟先了解一下内裤如今的状况 才是最重要的 而监察院的几位官员都是四处的人 之前早已接到了 颜冰云和颜若海的密信 所以在范贤问话的时候 是无不回答 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 全部告诉了范贤 而范贤也在众人的回答中 开始筛选自己 能够在内裤中使用的人 为什么这些年 内裤亏损得如此厉害 范贤听完详细的介绍后 直接进入了他的主题 丝毫不理会这些官员 在派系上说话不方便的问题 而监察院的官员 本身就是范贤的人 只不过作为下层官员 他们所知道的事情 还是太少了 只知道这些年 内裤往京都的上帝赋税 的确减少了不少 对于这个情况 范贤早就心知肚明 无非就是长公主联合名家 不断地中饱私囊罢了 但是范贤如何也没有想到 自家的监察院 也成为了内裤的吸血鬼之一 不过监察院这条路 自然是不需要查的 而剩下的就是 开始对付那些不属于他的人了 那么接下来范贤会如何的整顿内裤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